各位亲爱的家人 全世界的兄弟姐妹们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慢了几分钟上来 因为今天又忙到刚才 刚刚完成一份的资料 PPT的制作 等一下会和大家来分享 所以我不是在混了 真的都是在为整个人类 能够做什么 就默默的多做一些 从农历除夕前后开始到现在 算是比较忙的阶段 这个忙的阶段就是因为 看到整个世界的局势情况 极端性的气候越来越严重 还有新冠疫情的爆发 导致世界各国也都上紧发条 也让大家体会到什么叫做 全世界各国都是命运共同体 在这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当然我可以体会到 很多人心惶惶 处在恐慌紧张的情况 就像这几天 澳大利亚 美国 欧洲 都有不少的国家 一直在抢购各种物质 人心的恐慌不安 面对世界的这样的动荡 当然我的心也与全世界的家人同胞 是在一起 也就是关心整个人类的安定 安危 希望能够在这样 人心惶惶的情况之下 我们能够做什么 能够多释放正能量 能够促进这个世界的安定 帮助民心 让大家能够安定 能够进一步去体会 从这些极端性的气候 还有各种灾难 疫情中 大自然要协助人类体会到什么 大自然要协助人类学到什么 我能够做的 我就默默多做一些协助 希望能够协助人类 更深入具体的体会 大自然的启示 协助人类能够逐渐的觉醒 提升人类的意识品质 所以这一个多月来 用不少时间都在陆续收集 还有制作一系列的资料 相信大家从最近 所看到的各种资料里面 可以看到 这些资料都是要协助 人类如此去面对过往 希望人类是怎么样在对待地球 然后形成了各种极端性的气候 原因是在哪里 人类要从中去学到什么 体会到什么 希望人类不要白吃苦 因为各种境界 大自然都在启示着人类 地球母亲是爱护整个人类 只是人类真的要提升上来 要觉醒过来 这一节要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后面后半会把内文和大家来分享 这是一篇蛮重要的内容 我们现在先来看看 联合国秘书长上个月 对全世界所发表的一段讲话 我们现在先来看这一段 等一下再来看幻灯片 这是联合国秘书长所发表的一篇演讲 今天我选择了 从政策人、商业、科学者、科学者 和全国的全国 我们有工具 为我们做成为我们的行动 效果 我们仍然缺乏 甚至后的联合国 是 领域和领域 为做什么需要 而什么让这些更多 更加强烈 就是我们被认识了。 科学们已经告诉我们, 多久,再次再次。 太多了可以认识了吗? 太多了,太多了, 和了解的意见, 这科学习的预想, 我们看到的结果。 在某些情况, 他们正在与最悠的一切目的适合摄影。 世界的豊富是最大一家的决定, 是最多的决定, 但因此,有些影响是被第一次受到最最最最少的国家和民族最危险的民族。 新的技術的技術等等待在上海上的消息。 工具更新的工具,工具更新的建立,更新的建立,更新的建立, 更新的建立,更新的建立, 和其他人的新的建立, 可以在准备的激烈濃烈濃烈的濃烈濃烈, so that we can hit the Paris targets and inject the great ambition that is so urgently needed. Let us use the next year for transformational decisions in boardrooms,executive suites and Parliament across the world. Let us raise our sights,build coalitions and make our leaders listen there is no more time to waste. 如上天之下,夜吏和上天的灰燒光光明映, 世界是改善前的眼睛 我們去向尾瀑出的距離 這是不太晚的步驟 但每天經過時, 明明是世界上升了少許多 比方ulo多 sch member至少, 携ає很多 tenim。 每天,我们夫妨去應, 是一个日子 thousand부�of resolver作 street that none of us want, the fact that likeifieket to a generation in the damage done to humankind and life on Earth. Theursacht is in our hands, the world is counting on all of us to rise to the challenge before it's too late, I count on you all. 好,这一篇演讲内容 这是二月份对全世界发表的一篇演讲 内容是很精彩啦 但是因为它是用英语发音 我们现在把里面的重点 现在把它用出来 我们现在来把里面的文字内容 现在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气候变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决定性问题 现在则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 这是联合国秘书长二月份所讲的内容 今天我呼吁发挥领导力 无论是政治家和领导人 还是商业界或是科学家 或是世界各地的工作 有工具可以使我们的行动变得有效 也就是说他希望全世界要动员起来 不管是政治家科学家 还有各行各业的人 大家要动员起来 应用各种方法 大家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方法 来赶快化解各种极端性气候的问题 我们仍然缺乏的 即使是在巴黎协议 巴黎气候协议签署之后 是领导力和采取所需行动的雄心 更令人不安的是 我们在此之前已被一再的警告 几十年来科学家一直在告诉我们事实真相 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 但太多的领导人拒绝倾听 这里他就有提到 本来巴黎气候协议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类共识 应该大家要赶快积极地去采取 有效的方法来化解全球性的 这种软化的问题 可是这个世界仍然是缺乏 真正实质的动力去执行 他这里提到 仍然缺乏那些动力破力 更严重的就是 这个世界极端型气候呈现出来的问题 二三十年来 科学家都已经陆续地提出警告 陆续地提出警告 而这个事实 现在已经陆续都在呈现出来了 已经陆续呈现出来的 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告诉人类 这些极端型的气候 跟人类的经济不恰当的活动有关系 人类要赶快采取有效的方法来化解 全球软化的问题已经非常严重 可是太多的国家领导人拒绝倾听 你看他这里就提出 很多国家的领导人 他们是不想听那些的 开会只是敷衍应付一下 回去还是一样继续经济优先 搞经济 搞GDP 其他生态环境 那个以后再说 所以变成放纵的整个世界性的极端气候 一直恶化下去 因为一些国家的领导人 要知道他们所谓的选举 是透过百姓来投票 所以他们在乎的是 百姓的这个选票 为了巩固他们的权势地位 所以他们就要设法讨好百姓 当然这个很重要的关键 这是那些大财团 大财团他们掌握丰厚的资源 跟选票金钱 而很多政治人物 不敢得罪那些大财团 所以就变成对全球的气候 就继续放纵着 除非到好像不得已了 好 那我们赶快来 再制定一些政策来改变 都要到相当严重情况之下 才会被迫要去改变 这个不是很好的情况 这个联合国秘书长就提到 很少有人按照科学要求的愿景 采取行动 现在我们看到的结果 某些情况下 其情形正在接近科学家 最坏的预测 你看科学家都有做出预测 最坏的情况是怎么样 结果全世界所呈现出来的 很多情况都比一般科学家 所预测的都还更快 更糟糕 更快速的呈现 某些情况下 你看像这个都是极端性气候 所引起的世界性的 各处的一些灾难 旱灾洪水或是森林大火 还有蝗虫的灾祸 各国的疫情 这几年来都陆续一直在爆发 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 对气候危机负有最大的责任 然而最贫穷的国家 以及最脆弱的人民和社区 正感受到最严重的影响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战斗中 技术站在我们这一边 因为全球的这一种问题 极端性气候问题 主要原因是人类的工业科技经济 所影响所造成的 也就是说解零人还是要细零人 真正要改变 要化解这些全球气候的技术方面 还是在人类 也就是事在人为 激动人心的技术 正在等待派上用场 也就是一些可以有效化解的方法 措施是有的 问题在于人类 还有各国的政治领导 有没有魄力要去做 比如说清洁的燃料 替代建筑材料 更好的电池以及农业和土地使用方法的改进 也就是说因为包括农业方面 很多都是采取残害式的 没有永续式的那种农耕方式 你大量的喷杀农药 喷杀草剂 大量的施发毁 那个都不是好的农耕方式 它会缺乏永久性 所以这个是人类要寻求友善的农耕方式 不要认为说 那些用自然农法的方法 那个很落后 那个怎么样 那个产量不够高 真的人类不能够把地球母亲 作为一直压榨的工具 人类不能一直要压榨地球母亲 大自然有大自然的生产力 人类不能够这样欲望 欲贪无穷的一直压榨地球母亲 要产出更多的产量 这会导致整个生态的浩劫破坏 还有各种污染性的工业科技 还有汽车 机车 只要会有污染方面的 人类应该要设法去用心 积极的去改善 怎么样让这个世界 能够逐渐的清静 各种污染空气污染要逐渐减少 真的要用心去做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实现巴黎气候协定的目标 并注入急需的更大雄心了 如果我们到2020年不改变路线 我们就有可能错过避免气候变化失控的机遇点 这一点他提出的很重要一点 他提到 因为这是一样 他是在2020年的2月讲的 就是因为看到全球的 从去年的夏天 欧洲还有世界很多国家的高温 还有再接下来下半年的澳大利亚的大火不断 又没办法控制各国的极端性气候越来越严重 加上后面的新冠病毒肺炎的这一种扩散 他看到这些情况 所以提出严重的警告 如果从2020年开始 也就是从今年开始 如果人类没有积极的采取有效的方向 改变一些策略的话 我们就有可能会错过 避免气候变化失控的机遇点 也就是说 人类现在还有机会可以化解 可以改善可以改变的 但如果现在大家还是鸵鸟心态 或是还是继续在奢侈享受 对于改变方面觉得可有可无 或是甚至像有些国家还认为 那是假议题 那是别人在危言耸听 那是别人在造假 还是继续不信 有那种气候软化的问题 像这样的话 人类就会失去了 可以有效掌控的时机 恶化下去 就会变成来到了 超越那个临界点之后 就会变成失控 失控 后面就会更惨 所以联合国秘书长 就是很清楚地表示 2020年 今年开始 全世界 大家要动起来 要设法 采取各种有效的改善措施 一定不要只是在嘴巴讲了 要实际行动了 让我们在接下来的这一年 做出变革性的决策 因为这是联合国秘书长 所以他是针对世界各国 所讲的 各国的领导 各国的政要 所讲的 希望大家真的要动起来 要采取有效的政策 在世界各地的会议室 决策室和议会里面 让我们提高眼界 建立联盟 让我们领导人 因为世界还是一样 很多国家领导人 因为他们的选票 是掌握在财团 掌握在百姓手中 为了讨好他们 所以他们政策方面 总是都要办好几排 所以 联合国秘书长 就是提到 我们希望能够有 更多的团队 更多的人 能够觉醒过来 积极的反应 促进世界各国的领导人 让他们能够真正的 让他们真正能够重视 全球性极端气候的 严重性 不要只是为了选票 不要只是为了巩固 他们的那些政治利益 真的要心怀天下苍生 要关心整个人类的命运 没有时间可以再让我们浪费了 你看 联合国秘市长就清楚地表示 真的 已经没有时间可以再 让人类浪费了 正如今年夏天 他讲的就是刚过往的 因为北半球是2019年的6月7月8月 蓝半球是12月1月2月到现在 还是在夏天的情况 正如今年夏天野火和热浪 所显示的那样 世界正在我们眼前发生各种变化 也就是说 那个极端性气候 它已经不是 我也很聪听 它已经是事实的一直在呈现了 不要再鸵鸟心态 不要再回避 不要再否定 已经这么明显的情况了 我们正在冲向万丈深渊的边缘 你看 联合国秘书长提出了 整个人类 这种用资本主义工业科技经济 搞GDP 一直在搞经济成长 搞工业科技这种走向 我们正在冲向万丈深渊的边缘 真的这个都是很入骨的 讲出人类现在所处的情况 现在改变方向还维持不完 也就是说 现在人类如果有决心 大家要采取有效方法来改变 真的人类的命运 还可以有效的来化解那些灾难厄运 可以把大化小小化五 现在改变方向维持不完 如果继续在鸵鸟心态 让它放纵下去的话 每过去一天就意味着 世界变得更加温暖 也就是温室效应会越来越严重 全球暖化的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 我们不采取行动带来的成本 也在增加之中 也就是说 如果现在不去做的话 后面人类就要付出更惨痛的代价 世界变得更软 我们不采取行动带来的成本 也在增加了 每一天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的话 我们在这一天变更接近于 我们谁都不想要的那一种命运 这种命运将世代回响 这种命运将世代回响 在人类和地球的生命遭受的伤害之中 伤害之中 我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真的人类现在掌握着整个人类 还有这些动物的命运 当然这些灾难 主要是人类缺乏智慧 缺乏精神生活的这一种活动 经济活动所造成 所以解决方法 根本还是要人类觉醒 我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世界依靠我们所有人 在一切为时已晚之前迎接挑战 也就是说 不要等到不可收拾的情况了 不要等到真的病入高方的情况 现在要赶快采取有效的方法来改变了 世界依靠我们所有人了 也就是命运掌握在所有人的手中了 在一切为时已晚之前 赶快迎接挑战 那就看我们大家了 不是说看你们了 而是看我们大家 这是联罗国秘书长的一段讲话 我们现在再来看 曾古德 曾古德他为地球母亲说些什么话 他一样 我觉得曾古德或是曾古道 我看到这个人觉得他的心灵是很纯净的 他的真的充满了爱心 也很有智慧 这是心灵品质蛮高的生命体 他也是一样 协助人类重新认识万物 协助人类重新认识地球母亲 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就像一个天使 在协助人类觉醒 大家可以看他所制作出来的资料 过去的报道 他都是那么样的真诚真心 一种纯净的心灵 没有名利心 真的没有那些名利心 充满了爱心 所以他讲话 也都是很中肯 很如实 充满了慈悲大爱 来我们来看 这一段 这是他为地球母亲说些话 人们常对我说 就是对珍古道尔说 即使这只小虫子 昧绝的也没什么影响 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这是一般人认为 问题的关键是 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的 因为一般人不容易看到 他整个的生态 他是息息相关的 一般都只看到片变 我们喜欢的 我们就认为他好 我们不喜欢的 我们就认为他不好 我们想要的 我们就要让他多 我们不想要的 或是说认为 他可以帮助人类赚钱的 人类就拼命的 要去掠夺他们 残害他们 让各种生物 逐渐的灭绝 真的这是人类 没有智慧缺乏眼光的这一种 野蛮行为 当然这个不是全人类都是的 而是说人类的意识主流 因为导向那个弱肉强舍的观念 他就这样 没办法看清整个的实相 而珍古道尔他要和人类分享的就是 小小的昆虫可能是其他物种的 主要食物的来源 少了那些小东西 这些关联物种也会跟着消失 跟着消失了 就比如说 一个庞大的机器 你不要以为说一些螺丝不重要 一些小螺丝他一样会关心整个机器 能不能和谐运作 所以整个世界它是一个环套着一个环 环环相扣 前一段期间有跟大家讲的 万物它是相生相克 相生就是环环相扣 它是每个环节 大自然的每个物种 每个环节都有它们存在的价值 比如说野狼 野狼人类不要用人类的那一种角度 去瞧不起它们 或是歧视它们 然后杀发杀它们 真的野狼它的存在 有它存在的价值 人类要看到整个大自然设计 它是很精密 很奥妙 很有智慧的 它是缓缓相扣的 所以我们称之为生物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就不会有这种生态灭绝 生物多样性呢 大家都是一个心心向荣 生生不息 整体都是心心向荣的 虽然那些肉食性的动物 它们也会有吃一些草食性的动物 但是呢 它们是在让整个生态维持一种平衡 让生态更好 我们要尊重 不要用人类的这一种 个人好恶的角度就去界定 好坏 人类要懂得尊重大自然的完整性 坤古道他说 我称之为生物多样性 我喜欢称之为生命之网 它是整个网络 息息相关的 一缕缕的线束 组织成美丽的图案 这个好像是 辨色隆 是不是 你看喔 辨色隆的身体 你看这么样的奥妙 这么样的精彩 充满了艺术化 当我看到大自然的艺术之美 我真的都很赞叹大自然 艺术之美 但是这个图案却正在被摧毁 人类因为没有看到 整个大自然的奥妙 从片面的观察 然后去下论断 什么是好 什么是不好 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什么是我所喜欢 什么是我不喜欢的 从人本主义出发 结果往往就把这个大自然 搞得乌原脏气一塌糊涂 把整个生态的完整性破坏了 这个图案却正在被人类把它摧毁 人类瞧不起各种动物 但是对珍古道而言 他觉得这些黑猩猩 跟人类一样都是平等的 所以他一样都用爱心去善待他们 各种海洋动物 普鲁类动物 他们的灵性都很高 人类真的不要用过去的那一种观念去界定他们 认为他们不会拿武器 我们比他们厉害 我们会用各种武器杀害他们 甚至捕鲸船 还用那个枪炮去打他们 那是人类野蛮的行径 这是人类要改进的 我们在地球上造成的所有这些麻烦 让我追溯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已经谈过很多人类与黑猩猩的相似之处 这个就是珍古道尔他之前也做过很多的资料报道 都在告诉人类 人类跟黑猩猩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但是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我的意思是 此刻你在听我说话 而我在告诉你一些事 你可能不想听 但只要我再说 你就能够理解 也就是说 如果你真的想听 你就能够理解 他这里提到就是 人类跟黑猩猩有非常极大的相似点 但是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也就是说 他一讲话 人类很快可以理解 那黑猩猩要经过一段期间的相处 他们可以慢慢体会 也就是他要提到 人类的智慧理解力还是比黑猩猩高 我认为我们和黑猩猩之间的最大区别 最大区别就是 我们人类的智力有了爆发式的发展 黑猩猩它盖不起这样的建筑物 黑猩猩它没办法告诉其他动物 整个宇宙天龙观 所以它这里要告诉我们的就是 人类确实有比其他动物物种 有更高的智慧 黑猩猩能做一些 我们原以为不可能的事 但是我们也刚刚在几年前 建造了能飞到火星那颗红色星球的火箭 现在人类的科技已经可以在火星表面上着陆 然后去探测 还释放出了一枚小小的机器人 数年之后 这个小小机器人能在火星工作探索 它给地球上的科学家拍摄火星照片 给他们一些探讨究竟 这非常不可思议 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 这还是科幻小说里的情节 而现在我们已经做到了 所以问题是 人类比其他物种好像有更高的智慧 不错啊 可以证明啊 你看有一个问题 严重的问题就是 地球上有史以来最智慧的生物 怎么会摧毁他们唯一的家园 这个问题就值得全人类深入去探讨 人类认为说 我们聪明啊 比其他动物更高等啊 我们什么万物之灵啊 我们各方面都比其他动物高啊 那高 现在有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地球上有史以来最智慧的生物 怎么会摧毁人类唯一的家园 所以这个就是值得全人类 要静下来去探讨思维的 是不是冲错了方向 人类的认知 哪里出了问题 我们正以极快的速度 扼杀地球母亲 你看哦 神古道尔 一样他讲话也都很真诚真实 人类是比其他动物聪明 问题是这样的聪明物种 怎么会一直在 残害自己赖以生存的地球呢 人类怎么会以极快的速度 扼杀地球母亲呢 你在想 或许我们已经失去了智慧 是不是人类已经失去了智慧呢 那种在土著人身上 展现出的为子孙后代 而抉择的智慧 你看哦 这个不是土著人的动作 是所谓的现代文明人科技 而让那些土著人呢 在那种土著人身上 展现出的为子孙后代 而抉择的智慧 他们看到 因为那些人啊 你说原住民啊土著人 他们不会破坏整个生态环境啊 他们也不会让各种物种消灭啊 现代的人类认为说 我们是文明的 他们是野蛮的 他们是未进化的 是吗 所以文明的人类 怎么用各种科技 一直在破坏雨林 伤害大自然 残害各种动物 拿着各种所谓的先进 刀枪 不断的在残害各种生态 动物 在一个抉择面前 我们是否总想着 该抉择是否能帮助到自己 这里因为翻译的问题 他应该是要说 人类这样的一种动作 思维 工作 动作 人类这样的抉择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静下来 去想一下 人类到底在做什么 是否有利于下一场股东大会 是否有利于下一轮的政治竞选 人类所想的到底是在想什么 这里所提的就是说 人类认为说 我们现在很文明 很科技 但是比起那些原住民 比起那些土著人 人类现在所谓文明的人 我们的各种作为 到底是在追逐什么 是不是想着 我怎么样在什么股东大会里面 我争夺到更多的利益 资本主义形成的大公司 大股东 他们想要的就是 我要赚到更多钱 也都是在考量金钱的多少 累积金钱的多少 凌厉的追逐 而政治家呢 政治家他想着 我怎么样得到更多的选票 我怎么样在下一轮的选举 能够更有利 而没有去考量到 整个世界的灾难 所以他觉得 这不可思议的聪明大佬 是否已经与心灵爱 同理心失去了连接 因为对珍古道尔而言 他觉得 人类应该是比较聪明的物种 那为什么这样的物种 会一直残害人类 赖以生存的地球 这么多人一直在追逐各种灵力 从事工业科技的人 从事那些大财团的人 他们想到是要赚更多的钱 没有考量到对地球的伤害 政治人物想到就是 我怎么样设法巩固更多的政治资源 巩固更多的选票 而对于全球的危机 却是设法不去看 设法否定 所以他认为这是不可思议 因为心灵的堕落 导致人类现在的这种大脑 自我意识 这种运作模式 已经与人类的清静的心灵 爱心 同理心 失去了连接 你看 他讲的是这样的重点 所以他说我真的觉得 只有实现头脑和心灵之间的和谐 才能激发出我们人类真正巨大的潜能 你看曾骨道尔 他是一个心灵很单纯 真的没有明立心 很有慈悲心爱心的人 也就是说他从小到大 现在他已经八十几岁了 没有失去他的良心 没有失去他的清静本心 他提到的也就是说 人类应该要来到 不要一直只是在肉质体物质上面 人类要来到 把良心唤醒过来 把我们的清静本心要唤醒过来 只有实现头脑和心灵之间的和谐 才能激发出我们人类真正巨大的潜能 我一点也不意外的是 当我环游世界的时候 我遇到很多看似对未来不太抱着希望的年轻人 其中有很多人他们是心怀愤怒 有些则带着利器 他们中很多都很沮丧 无动于衷的人最多似乎不在乎任何事 当我问他们 为什么你们会有这样的感觉 他们的回答基本都差不多 你们已经破坏我们的未来 我们无能为力的 有些人情人 他们那种消极愤怒 就是感觉这样 反正前一代的人 已经把这个地球搞成这样了 你们已经破坏了我们的未来 我们无能为力的 所以很多人他们就是消极悲观 所以有不少人他就觉得 反正这个我没有能力 你们前一代的人已经把他们破坏成这样 那我们也没有能力去做了 所以就又变成有些消极 但是他不知道 他一样又在奢侈浪费很多的资源 增加这个地球能源的消耗 他也不知道 所以这就是整个人类 是要从教育层次要觉醒过来 不要说看到 那我已经无能为力了 那就放纵着他 所以事实上是大家要觉醒过来 要有所作为 我们的确已经破坏了下一代的未来 所以曾古德他说 当我看到小孩子的时候 当他看到很多小孩子的时候 他会有惭愧心 也会愤怒绝望 也就是说会有惭愧心 我想到了 从我右脸开始 我们对这个星球造成了伤害 你看他很有爱心 当然不是说他个人造成这么多的伤害 但是他跟整个人类是一体 人类的命运 他也在跟人类 这是一种命运共同体 看到人类的伤害 他也会难过 惭愧 我们对地球的伤害 对生态的伤害 真的很多 但是我们是否真的无计可施了呢 很多生物学家会告诉你是这么回事 但不止我一个人会说 我们还有一个时间窗口 也就是说不要消极 不要别管 我们还有机会可以来化解那些灾难的 不要鸵鸟心态 不要做事让它恶化 命运掌握在我们手中 我们有积极来改变的话 就会改善 但不止我一个人会说 我们还有一个时间窗口 一个开始改变方向的窗口 但它取决于态度的转变 取决于态度的转变 如果我们能够让足够多的人 开始思考自己 每天所做 所选择的结果 也就是说 我们每天的生活 我们所做 我们所吃所喝 我们在做什么 我们为什么要买什么东西 那我们买这些东西 对全球有什么样的污染 消耗多少能源 也就是说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来 检视一下我们自己 我们每天所吃所喝所买 我们要进一步静下来去思考 我们所做 对于全球性的能源消耗多少 对于全球的污染 我们会不会增加污染 也就是我们怎么来到 减少污染 减少能源的消耗 真的人也不要再奢侈浪费下去了 我们的所做所为 我们购买什么 我们在炫耀什么 但是它对环境有害吗 我们的吃食衣住行 我们买什么 消耗什么 对环境有没有伤害 如果有 我们能不能减少改变 它是否会涉及虐待动物 或是劳工的剥削 还有同工的问题 我觉得大多数的人 即便已经意识到问题 但是还是没有积极的采取行动去做 因为他们感到无用 无助 无望 或是觉得自己的力量很薄弱 他们是这样在告诉真古德 但是真古德 他还是要和全世界的人能力 所以我们只需要打通我们的死脑筋 虽然我们作为个人 不会给大局带来多少的影响 但我们数十亿人 共同做出正确且合乎道德的选择 这将使我们踏上正确的方向 他意思就是说 大家不要弃怜 不要觉得说 我一个人力量很薄弱 要了解从我们开始做起 从一个点开始觉醒起 从一个点开始保护生态环境 从我们开始就进行节能减碳 节约能源 保护环境 保护地球 保护生态 从我们开始 我们力所能及的和亲戚朋友们来分享 协助更多人也觉醒 协助更多人也来保护地球母亲 如果能够这样的话 你看整个世界都会改变的 如果大家还是一样消极悲观 不作为的话 那这样情况就会恶化 所以人类的命运还是一样 掌握在当代现在人类手中 所以他们勉励 让我们先学会在不同宗教与文化中 和平融洽的相处 也就是说人类要学会尊重不同的宗教 不同的文化 大家要先学会和平相处 不要再冲突 不要再对立 因为那些冲突对立 它会消耗地球更多的能源 更多的资源 而且让人心人性朝向野蛮 这个不友善 不好 所以他希望人类真的要学会 互相的尊重 也就是渐渐地超越二元对立的 人类要学会超越二元对立 各种宗教 大家都能够来到互相的尊重 大家和平共处共存 大家共同来化解人类的灾难 当然我们还要学会与大自然母亲和平共处 如果我们继续像现在这样掠夺大自然 那么一切都将徒劳无功 也就是说人类要觉醒 要改变方向 这个不是口号 是真的要去做 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每一天产生各自的影响 我们是有选择的 大家会为此产生怎样的影响力 也就是说大家一起来 不是靠我们一个人 而是大家一起来 从我们开始做起 能够唤醒越多人 那个力量就会越大 呼吁大家一起来 这是珍古道尔要跟我们分享的内容 真的一个充满爱心 慈悲心的人 再来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这一篇文章 这是3月2号才发表出来的文章 这是中央纪委国家建委网站 所发布的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内容很精彩 非常好 而且也会攸关着中国未来的走向 还有会关系到人类的命运 因为时间的关系 下一节再来跟大家分享里面精彩的内容 OK